你好 歡迎收看5月23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慧 花蓮繼22號公佈了三例確診案之後 23號再公佈新增一例 是確診案3464案的妻子 它的足跡跟案號3464案是一樣的 都是在光復地區來活動 而花蓮縣防疫指揮中心表示說 目前已經有4例的確診案例 匡列了50位接觸者進行隔離 而去年疫情開始都有進行環境消毒 疫情進入二、三級之後更是加強消毒力道 花蓮縣防疫指揮中心呼籲民眾 要做好防疫措施 減少擔心疫情擴散預期心理 花蓮22號新增三期有外新式移入了確診案例 讓零確診破功 23號再度宣佈新增一例確診 會政府也在記者會當中公佈確診者的疫道足跡 他本身也是都是陪同他先生在活動 所以這個足跡跟他先生是相同的 那唯有是在5月20號的時候 因為那時他先生5月20號就被居家隔離 早上7點下午被居家隔離 所以他有幫他先生去買早餐等等這些 可是時間都很短 那他本身有去大龍大富的公園去散散步 那最主要的時間點是5月20號下午3點到3點半的時間 到公佈的全年去買東西 那因為他的足跡跟他先生非常類似 所以當他先生被確診到婦牙隔離病房接受治療的時候 就匡列了他們家7個人 匡列了他們家7個人 那這7個人同住家人7個中在這個昨天早上 我們衛生局安排 拋到醫院做RTPCR的採檢 那從昨天早上做RTPCR採檢之後 然後昨天晚上發現他太太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其他的家人RTPCR都是呈現一些異性 官政府代理秘書長三一會兒呼籲花蓮鄉親不要恐慌 出門的時候要戴口罩 沒事待在家裡才能夠平安 在這疫情期間 只要自己能夠戴好戴滿口罩 處處戴口罩常常洗手 那時時提醒自己 沒有事不要外出減少暴落在公眾人潮聚聚處 那就不用有那麼大的驚慌 我們可以警惕 我們可以警覺 我們可以 提醒自己但是不必驚慌 環境環保局副局長劉青龍表示 環境環境消毒大隊已經提前部署 正對機制公佈確診案例足跡 公佈槍已經全面全鄉大消阻 花蓮420號也擴大執行消毒作業 由花蓮縣 防疫消毒大隊做全面的後段 讓民眾不擔心 各鄉的火車站 因為人潮移動比較大 這個我們每天來進行防疫的消毒 那到統計到昨天為止一共消毒了1186處 那我們全線到6月8號我們全部規劃了1890處要來專案的消毒 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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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合作不了